接下来说一说数据的可靠性 刚才是试用性 接下来数据的可靠性 当然还有预期值 还有可结束差异额 它的四大金刚 四大纲领 我们说巧复难为无米之锤 有米的话 如果米不好 这个饭的质量也上不去 对吧 所以要想质量高 这原料得好 我们实质熊分析的原料就是数据 所以他说了 如果计划通过实质型分析程序 获取的保证程度越高 那对数据可靠性的要求也就越高 我打算通过实质型分析程序 获取更高的保证程度 主要指望实质型分析程序 那这实质型分析程序 它得能用啊 它得适用啊 它的数据得可靠呀 得拿得出手呀 数据的可靠性 会直接影响 根据数据形成的预期值的准确性 这个我前面也说过了 数据的可靠性影响什么 关键出在外面用数据干什么 就是形成预期呀 对吧 那么数据可靠不可靠 怎么评判呢 有四个标准 第一个考虑数据从哪来的 外部独立来源的证据 这个数据 可靠性可能更强一些 另外 可获得信息的可比性 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 如果可比 你不可靠我就能发现 是不是啊 不可比的话 它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某些方面要掩盖真相 因为真相一有了 对吧 你告诉他的跟真相不一样 他就不信你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他要掩盖真相 对吧 他的谎言才能得以零行 第三点 用于确保信息完整准确有效的 啊 数据可靠不可靠 如果相关控制好的话 数据可靠性应当有个好的环境了 好的基础了 第四点 可获得信息的性质和相关性 信息的性质 啊 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 性质可以说无所不包 这地方的性质指的是 你比如说预算 你是打算把预算数字 作为一种预期 大概感受感受呢 还是作为一种目标 今年大概有个预算 这预算 咱们今年勒紧裤腰带 玩起袖子干 一定要达到 那整个的公司的运作 或者企业或者国家的运作 就围绕这个预算 一定要让它实现 那这个预算数据 可靠性应当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在为它努力 有的时候大概预算预算 我心里有个书就行了 那至于是不是那个 哎呀无所谓 那这个可靠性呢 可能就会降低 是不是啊 所以有个预期 你是把它作为一个 要实现的目标吗 那你会成龙配套的措施会跟上 它的可靠性真的高 它很可能实现 好 有这么四个方面 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体 而且很专业 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 不是随随便便说了四个方面 这是法规 专业法规的严谨性 我自己是有体会的 我不是一直在抽样界工作吗 是我们这个国家呢 关于抽样的机构啊 有个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啊 一般就叫技术监督局 对吧 技术质量监督局里面就有一个全国统计方法应用委员会 下面有一个抽样分委会 好了 我再抽样分委会啊 这个任职好多年了啊 每一个行业标准 不要说国家标准的 行标 要通过的话 标准制定人 还有这同行的专家都不是吃素的 研究了一辈子的 往那一坐 对吧 二三十个人 对吧 某一条某个字 用的不好 那个逗号不对 这个逗号会让用用着 会怎么怎么误解 跟你抠的可惜了 跟你讲 而且特别深入 一听 随便一点东西 就能说出很多很多的 被啊 惨痛的教训 这是我自己的老本行 当然我这个人的标准 不是行标 是国标 这个说清楚啊 应当怎么说呢 就不好意思说这些话了 我所了解的行标 国标 都是有多少人 为此奋斗了几十年 一个字一个字的抠 不是文字 包括数字数学的证明 对吧 所以非常严谨的 它是经得起你 啊 挑挑刺的 每一句话 都经过啊 这个专家 多少次考虑 在实践中还要去 去验证 等多 哎呦 麻烦这种文字啊 所以 反能做成标准的 而且这个标准 啊 这个法规 不光是我们的 身体准则 那世界各国准则 基本上都一致的 所以经过全球性的检验 跟你讲 磨练了多少年 所以 要记 要背 你没理解 那是我们还没到那个水平 你真正用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 每一句话 都说到点子上 少考虑一条 你会出错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 单项选择题 在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时 注册关系师 需要对已记录的金额 或者比例 做出预期 啊 其实趋势也可能要做预期 是升了是降了 对吧 这给我们感觉 好像这个题在问 预期值呢 在画风一转 下来各项因素中 你做出预期时 所使用的数据的可靠性 无关的事 这真是让人荡气回肠 这是在说数据的可靠性 这能把人绕晕了 然后让你做题 跟你讲啊 与数据的可靠性无关的 那有三个相关的 这个相关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吧 有几条标准啊 其中包括可获得的 信息的相关性 有没有 有 信息的可分解程度 还有可获得信息的可比性 那么还有与信息编制相关的控制 这个 信息的可分解度 有没有 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们这儿 把它哪一条哪一条都标了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对吧 可获得信息的来源 可比性 完成准确有关的控制 以及相关的性质 对吧 没有那个可分解度 大家注意 孙的背 你说这么专业的东西 什么叫信息的可分解度 其实也是蛮难理解的 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啊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背 真正相关的是四个 记住 否则考下来怎么打 有人说那我可以研究研究 信息的可分解度 对吧 那就成了另外一个学科了 所以该记的还是要记一记 好了 这个 这儿还有个解析 那个 有明确规定的 实际上 对吧 说简单点就是要记一记 接下来 是预期指的准确程度 四大金刚 进到第三个金刚了 预期指的准确性越高 获取的保证程度越高 这跟直接跟质量有关系 那当然这预期指准确度就太重要了 预期指准确度取决于数据的可靠性 那么另外呢 评价预期指的准确性时 应当考虑下列主要因素 它是来源于数据 对吧 现在我已经把预期指摆在这来了 我要评价 我现在不是形成 我是要评价 那应当考虑下列主要因素 下列不光是主要因素 而且是应当考虑 一定要考虑 考虑不到你就错了 这是法规 对吧 那第一 对实质性分析程序的预期结果 做出预测的准确性 就是那个现象本身好不好预测 有些现象本身就是难以预测的 有些现象本身就是比较好预测的 就跟人一样 有些人说一句话就算一句话 他为了实现他说出的那句话 他要付出多少多少努力 就是为了让自己说话算话 所以这种人可以预期 某些人朝三暮四 朝三不是暮四 可能朝三暮八了跟你讲 所以一会儿一个变 他说的话他自己都记不住 这种人他的话就不可信 就是他不可预期 像自然现象里面也是这样 有些事情比较好预期 比如说天息于暴 我们比较好预期 但地震就不好预期 虽然我们也不搞天气于暴 不搞地震 但是想一下就知道 那天气于暴 取决于大气环流了 云层了等等 这现在天上的卫星 就可以弄得明明白白的 看得清清楚楚的 最多弄不准的话是一些 随即的波动 可能说什么地方下雨 这个风给吹跑了 那也离不远 他又说北京是下雨 你别觉得海淀去下雨 海淀今天没下 那没准昌平下了 没准的防山下了 跟你讲 所以这个准确度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地震的话 是在地底下 你在地表打几个洞打下去 不管打多深 对地表的这种概括度 和在天上的卫星观察云 那个概括度 它能比吗 所以我这一会儿可能讲什么呢 讲理科了 就是说自然现象也有些是好预期 有些不好预期 人也如此 所以首先你所分析的这个对象 它好不好预期 这其实是最根本的 我可以讲 它本身是个不好预期的 你非得要预期个东西来 类似也预期不出来 对吧 另外信息的可分解度 对啊 信息的可分解度 是衡量预期值的准确度的一个因素 而不是数据的可靠性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上面那个题怎么做的呀 这有三条 那有四条 这里边拿一个 那里边拿几个 混在一起出 它用不着瞎编一个 它就从另外一个现象里边 另外一个知识点里边拿一个就行 这是常考的一个办法 就是两个揉在一起 混在一起出题 我们某些专家就这样说过 就这种出题效率高啊 我把两个知识点混起来 出在一起 考一个题 一下考你两个知识点 确实是这样 第三点是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可获得性 这个信息不可获得 那数据从哪来啊 信息很难获得 就能聊聊几个数据 怎么能做出准确的预期呢 法规规定 有这么三点 一定要考虑 少一个都不行 那最后一个是可接受差一额 我们说了 这是纲领之四 就是说那个界限 那个分寸 它的实际记录的数据 跟你的预期 我们说过 差的不多 也就罢了 差的太多 那就看不下去 你这里边可能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叫不多 什么叫多 就是那个界限 我前面说过 它很像重要性 就是那个界限 这界限的高低 我们说 其实取决于很多方面 比如说 跟着所预期的这个现象 或者分析的这个对象 这个账户 或者这类交易 它的可预期性有关系 它本身可预期性比较差 你的可接受差一个 可能就大一些 如果可预期性比较强 它基本上是不太变动的 那你要变动稍微大一点 我认为你就不正常了 对吧 所以跟很多都有关系 他这说了 这个可接受差一个 跟它受这个重要性 保证水平和重大突破风险的影响 跟重要性有什么关系 其实前面讲过 第二章讲过 实际执行重要性的应用 包括设计和执行 审计程序室 进一步审计程序室要用 那里面就提到了 可接受倡议额 不超过实际执行重要性 还提到过第四章的 可容忍无差 不超过实际执行重要性 我还给大家补过第17章的 区间 估计的区间 长度 不一定超过实际执行重要性 那你说受不受重要性的影响 受呀 它很像重要性 是近期 所以当然受影响了 对吧 另外跟保证水平有关系 保证水平要求越高 你这就得越严 那稍微有点波动 你就不可接受它了 那可接受差一个就低了 那么还有重大突破风险有关系 风险本身就很高 很多很多重大突破在里边埋伏着 所以我们就得严谨对待它 严肃对待它 这把我们的可接受差一个讲低一点 好 另外这个分析程序 不要忘了 就是包括实际性分析在内 整个的分析程序 它不光是 要评估重大突破风险 要研究财务数据 非财务数据之间 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之间 内在关系 还包括 在概念里边讲过 还包括 对于超乎预期的那个差异 或者变化 展开调查 你可别忘了这个 就是你比较了半天 如果没有重大差异 在可接受差异的范围之内 那就分析也好 实际性分析也好 没有发现重大突破风险 或者没有发现重大突破 但如果超过了 你就得调查 超过了就得调查 这本身也是分析程序 更是实际性分析的一个 必要步骤 不过这个步骤呢 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 在超过了可接受差异的 你就得调查 就必要了 不要忘了这一点 问题是 调查多大范围 那个预期值 跟那个实际的财务数据之间 记录之间 差了四百万 我给他定的可接受差异额 假定说是二百万 为了这个不误解 我们简单说成三百万吧 可接受差异额是三百万 预期值和记录的值之间 差异额是四百万 那明显超过了 超过可接受差异额 超多少 超了一百万 展开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这个不可接受的差异 该差异不可接受 超过的话就不可接受 不要误以为 是超过的部分不可接受 是如果那个差异 超过可接受差异额了 这个差异不可接受 不是超过的那一百万不可接受 是这四百万不可接受 要调查这项差异 就调查这项四百万的差异 而不是只调查超过的部分的差异 当然只调查超过的部分的差异 那是一百万差异 整体调查是四百万 那作为主则观计师 也许是误解了 也许是想省事 往往只调查超过的部分 因为那个以内的不是可以接受吗 我调查了一百万 这个差异变成三百万了 不就可以接受了吗 不是这样的 是要整体调查 这在实际中老出问题 所以老考这个东西 一考就是综合体 跟你讲 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调查是整体的 不是举步的 不是只调查超过可接受差异额的部分 这就叫职业资格考试 这地方并没有什么理论 但是实际工作中老出问题 所以就得考 大考特考 这个题当然有题貌 我们这个 为了让大家理解 肯定是要把这个题貌都要编写 课件的时候要编上 但是真正我们做题 咱就直接看实质 好不好 这有个事项是这样的 说A质的关系 对假公司店面租金费用 实施询分析程序时 确定的可接受差异额为四百万 账面金额比期望值少了一千四百万 就是它的账面记录 跟预期值差了一千四百万 我们可接受差异额是四百万 那超了超了一千万 那肯定不可接受 你要调查这一千四百万 对吧 那么A质的关系是 针对其中的一千二百万 差异进行调查 结果满意 就是可以解释 这个一生你的二百万 一千四百万 我调查一千二百万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那生了二百万 我就不调查 因为已经小于可接受差异额了 所以认可了关系层记录的 那不行 你要整体调查这一千四百万 不能只调查一千万或者一千三百万 一千二百万 剩下的已经说那点差异 已经低于可接受差异 不是这样的 要整体调查 问题就出在这 所以答案很简单 不恰当 应当对于这个全部的差异 进行调查 这就是说 你学了这么一节 他一年就考了这么一分 你这分没抓住 所以我们说 对于怎么考我们 我们一定要重视 好 这个实质型分析里边 第七个层次 是针对剩余期间 实施实质型分析 大家注意 前面刚刚说过的四个层次 其实都在分别讲解 咱们实质型程序的四个纲领 实施实质型分析的 四个纲领性的要求 基础 对吧 这个适用性 数据的考靠性 对吧 预期值的准确度 以及可接触差异格 分别在讲 下面是另外一件事 跳出这个四大金刚了 这件事很有意思 我也在纠结 这一节确实介绍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哪里 实际上是第八章 第四节才讲的内容 我们这样讲了 到第八章第四节用的时候 可能都会忘掉 但是他放在这也合适 因为这一节本身在讲 分析程序 放在这有什么过费呢 不过费 所以我这讲一下 但是注意 他是用于第八章的 他在说什么事呢 因为他用于第八章 所以那个背景 我们得给他拿过来 注册管理师呢 为了提高功务的效率 或者是为了业务的需要 也不是说一定是效率的问题 他可能在其中做实质型程序 按道理呢 期末做是正常的 是常态 但是有的时候其中做 比方说你要查营业收入 这营业收入一年有四个季度 有十二个月 是各月累积出来的营业收入 然后列在报表上 对吧 那我在七八月份没什么事 我业务淡季的时候 我能不能把前半年的营业收入 查一查呀 看看有没有违反 发生认定啦什么等等 我查一查 对吧 那个年末审计时 我就查查后半年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省事了吗 你注意这有风险的 有什么风险 前半年你查过了 确认的收入都是你认可的 年末审计的时候 你就不查了 那你怎么知道 前半年你查过的 正常的营业收入确认 它可能在后半年 比如说11月份发生了销货退回 但它没销账 实际上那笔收入是不存在了 所以你说你在后半年 第二年年初审计时就不查 已经查过的前半年的收入 只查后半年的 这不合适 所以如果在其中做了实质型程序 你得考虑 其中实施实质型程序 获取的证据 它的有效性 能不能合理延迟到期末 就是我那个结论 在期末不用变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至少得查一查 从你其中审完 到期末这段阶段里边 发生了多少退货 有没有发生退货 这就叫往后延续 要往后延续的 往后延 怎么延 可以采用实质型分析程序延 第八章告诉我们 其中实施实质型程序 这个证据的有效性 要往期末延伸的话 一定要用实质型程序延伸 你可以带一点控制测试 但是不能没有实质型程序 说我就测试后半期的 内部控制相关控制 退货的控制 那是不够的 一定要带上实质型程序 包括 我做实质型分析也可以 但是必须要有实质型程序 才能延伸到期末 不能只做控制测试 你可以完全用实质型程序 往期末延伸 不要控制测试 也可以把实质型程序 和控制测试结合 往期末延伸 当然也包括通过实质型分析程序 因为实质型分析程序 不也是实质型程序吗 也可以往后延伸 好了 这是它的背景 那下面说 如果在其中做到实质型程序 并且计划针对生育期间 实质型分析程序 往后延伸的话 那应考虑下列因素 否则你用实质型分析 延伸不到期末 你可能要结合控制测试 或者结合细节测试 或者你放弃用实质型分析程序 延伸 好 考虑下列哪些因素 就是四大金刚 实质型分析程序 延伸的话 适用不适用 数据的可靠性 预期值的准确度 可接受差异 这个道理用不了再讲一遍了 它就用作延伸的实质型分析 它也是个实质型分析 对吧 也得用数据形成预期 包括退货 我预期一般退货多少 我查查以前年度的 这个备审单位及其环境 对吧 查查同行业等等 退货率是多少 对吧 这不是数据吗 但是备审单位不给你提供考考的数据 它知道你要做预期 给一些假数据 让你的预期跟它的实质一样 你不就上当了吗 对吧 所以数据的考考性要考虑 预期值准确 当然要考虑 也得有个可结实差异 不管你在哪用实质型分析 凡用 这四大金刚是少不了的 所以原来这是这么一个东西 同学们 我要不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你直接看教材里面 这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东西 能看的 我保证看的 你一头雾水 对吧 因为没有背景 这就是教材 好 如果你往后延伸的时候 如果紧实实质型分析 还不足以延伸 不足以收集 充分事当审计证据 什么不充分事当 就对于延伸来说 它不充分事当 不够 那应测试剩余期间的 控制的有效性 或者做细节测试 总之你可以用它延伸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结合别的 就这意思 但是第八章会告诉我们 你可不能只做控制测试 往前往延伸 那肯定不行 你要做实质型分析 往前往延伸 也许行 也许不行 这要结合第八章 好 这以上就我们说的 第二个部分 下面我们进入 第四节的第三大部分 就是把这个分析程序 用于总体复合 这个战场转移了 星转抖移 我们现在说的 不是实质型分析了 是总体复合里边 用分析程序 背景非常重要 用于总体复合 是个什么背景 整个审完了 建议你调整 你也调了 或者有些不调 有些调了 总之就努力 努到这一步了 好 重新编制了一张报表 对 背景是重新编制了一张报表 当然 这个重新带引号 因为 如果你审讯 没发现任何错报的话 那何苦 也用不了重新编制 那也是你认定的报表 审订的报表 对这张报表 让你再做一次分析程序 干嘛要再做呢 目的是干嘛呢 现在首先把目的说清楚 首先说 它是强制要求 为什么强制 当然有它的道理 看目的就知道了 它的目的是 确定报表 整齐 是不是语著 这块是对背景 那为了解 相一致 简单说三个字 回头看 什么叫做 对背景的了解 对背景的了解 从审计的开始时候 开始阶段 就已经开始了解了 你不是要了解 背景的环境吗 当然 整个审计过程中 你都要不断的更新 背景的环境 就是你对公司的认知 你对公司的感受 你对公司的看法 你自己的感受 真实感受 注意 不是说 错报多还是少 不是这个问题 这张报表 跟你的了解 它一致吗 是这么一件事情 它不是说 我发现了错报了 改了以后 改的怎么样 它不是这样的问题 是跟你的感受怎么样 如果是抢一种 说我发现错报 改了怎么怎么样 那要没发现错报的话 就不需要改报表 也就不需要 做这次总体 不合了 它不是针对你的改 就针对这张报表 对外公布的话 跟你这公司 有没有重大差异 这是一种宏观感受 也可以讲到 要挖掘你住的 第六感官可以说 这种感受至关重要 所以它是让你 跟整个你所了解的情况 比一比 跟吻合不吻合 所以不是冲着你 改没改报 调整了多少 不是这件事情 所以说是强制要求 为什么强制 因为有些住在外 也说 我审计中 没有发现重大错报 人家没调表 对吧 那我还做总体复合干嘛 这不是审了好久了 还做总体复合干嘛 我现在让你回头看 从年初了解 被你单位机器环境 开始到年末 审完 环境不断变化 你觉得这张表 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的 就这意思 对吧 好 我们看看 下面一个简答题 假公司是常年客户 A呢 审他14年报表 然后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说过分析程序考卫 唯一的考卫一年简答题 就是15年 就这个题 他有个事项五 说A这块是在审计过程中 没有提出审计调整建议 没发现错报 或者没发现重大错报 以审的报表与未审报表一致 拥不了改表 因此认为 无需在领进审计节奏时 运用分析程序 对报表进行总体复合 忍将复合的 罪翁之意不在己 不在于你改的地方改的怎么样 说看连改代没改 管他改没改 整体 这报表能够拿出手吗 能不能跟某一方面 感受不一样呢 对吧 能不能发现一些 不一致的地方呢 是让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 你这件事做完了 他就该批准报表 对外公布 对吧 所以说 劝君再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答案说不恰当 在领进审计节奏时 应当运用分析程序 他的意思 这是强制程序 根本不讲道理 必须做 说什么 我都不听你的理由 一定要做的 不做就是错的 就这么干脆 知道吧 这个 总体分析程序 是必要程序 是一定要做的 你的理由 我是不听的 跟你讲 对吧 好 那这个程序的特点呢 怎么做这次总体复合呀 他说了 总体复合 无非就是比较 比较的内容 比较的手段 这个语学分析 比例区 等等 手段 你风险评估阶段 讲过的 是基本相同的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 因为时间不同 那个时候 风险评估阶段 你不知道 重大挫暴何在 你再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你都审完了 你对被难为的情况 不能说了如指掌 差不多也了如胳膊了 差不多 我这胡说八道了 还是了解了很多了 所以你现在学的是 跟你的了解印证 而不是探索性的 风险评估了 对吧 另外用这个层次 不一样 原来可能是 其中在认定层 现在应该是报表层 整体报表印证 印证一下 是报表层 这个数据的质量 也不一样 原来都是一些 预测预报的一些数据 贵里面这些环境 然后你想知道 它的期末余额 你不知道 因为风险评估是 大部分风险评估 是被年度的 前半年计划就在做的 那时候根本没出来 年末余额 你那个数据都是估计出来的 现在我是经过审计的数据 你可别忘了 对吧 所以数据的数量 质量 想进程度都不同 现在条件好多了 数据质量也高了 你的了解也多了 所以这次大概感受一下 就能发现 原来可能左比右比 看不出问题了 现在大概回头看一眼 扫一眼 大概知道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了解了 那么好 这个 做总体复合 也是分析程序 对吧 那分析如果发现有问题了 怎么办呀 好 叫再评风险 说你做总体复合室 如果识别出以前 未识别出的重大错报风险 这是有可能的 同学们 不要以为 这个报表已经经过很多重大调整 所以那个正确性高多了 可信性高多了 但要注意 有些错误 是在别的错误的隐藏 在他的后面 原来有那些错误 就看不出这个 现在把那个错调了 这个就露出来了 对吧 就这意思 这就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班 小学的时候一个班 有一些调皮捣蛋的 然后掉到另一个班了 你以为他掉走了后 转班以后 这个班从此安静了吗 不是的 另外一个人出来了 原来那个孩子在 这孩子呢 没有施展的余地 那一走就蹦出来了 知道吧 好 这例子不一定那么恰当 淘气的孩子 也可能很有出息的 这个 所以说 小了以后的报表 有可能暴露出新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识别出以前 未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应当重新考虑 重新考虑什么呢 重新考虑的风 你的风险评估是否恰当 原来认为这条风险 重大错报风险 露出来了 因为现在网络的话 就要打脸了 那你得把风险调高 风险一调高 你注意 你原来认为 这地方是中风险 用的程序 是用中风险 匹配的程序 获取的证据 它的充分析适当性 也是用中风险 匹配的证据 现在你一调高 有可能你就意识到 你的程序是否够 你的证据也是要 再加的 再追加的 所以 立马要考虑 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有没有必要追加程序 获取更多的证据 那换句话说 就反攻了 就麻烦了 所以您和前面那一点 也不要搞反攻 一反攻可麻烦了 跟你讲 好了 这就是它这个总体复合 性质相当高 也是我们注册怪师 职业谨慎的一个体现 非常严谨 每一个环节都不错过 所以注册怪师 为了给报表使用者 提供合理保证 那真是非常认真的 对待着合理保证 四个字 不是说着玩的 下面看一个真题 有关注册怪师 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运用分析程序说法中 错误的是 A 说注册怪师 进行分析的重点 通常集中在 财务报表层次 当然是这样 如果认定层次都没解决 你怎么能够 在临近审计结束了呢 是吧 还处在认定层 那个审计的时候 那肯定不能叫结束 既然临近结束了 自然是报表层次 B 注册怪师 进行分析的目的 在于识别 可能表明 报表层的 重大错误风险的 异常变化 这是风险评估的目的 换句话说 这是用于 风险评估的 分析程序的目的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这次的目的 在于 报表整体 与注册怪师 对被识单位的了解 是否一致 而不是为了发现 重大错误风险 对吧 所以B就错了 C呢 注册怪师 采用的方法 与风险评估程序 中使用的分析程序 基本相同 对的 这是原话 第一 注册怪师 进行分析 并不是为了对 特定账户余额和披露 提供实质性的保证水平 因为它针对的是 报表层 不是账户层 所以审计这本课 大家看看 准则写了一些话 好像看起来 好像都哪哪都见过 很熟悉 好像看懂了 但真要看懂 真的不容易 每一条准则 每一句话后边 都隐藏着 很多很多的专业 或者很多很多的哲学 很多很多的逻辑在后边 所以审计 你要说不好学 真的不好学 但考试考不了那么细 对吧 该了解的了解 该弄明白弄明白 然后该记得记住 就要求你60分 所以不要把学审计 和考审计等同起来 学确实很难学 但为了考过审计 还是相对容易的 好了 这个题的选项是B 到此为止 那么我们这一节结束 这一章也就结束了 这一章 大家好好体会体会 虽然是第三章 但我们审计入戏的速度 非常快 第二章的重要性 就非常专业 第三章 大家体会体会 罕证 其实很简单 它只是规定的索罪 规定的仔细 并没有太深刻的道理在里边 这分析程序 可真是个动脑筋分析的 背后隐藏着一些 逻辑 一些思路 对吧 一些很好的观点 而且它要跟实际结合来应用来考大家 那是第九章的事了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对吧 好 这个同学们辛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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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